現年64歲的許小姐退休前從事幼教工作 55歲就退休的她 認為退休應該要準備1000萬元 但因為工作遇到瓶頸 儘管當時準備的退休金不到100萬元 她還是選擇退休 我提早退休是因為在工作上是有點瓶頸 所以我想退休 可是你說存了多少錢我是不是有所預備 都沒有 我真的都沒有 大概我退休的時候 我自己統計我大概也只存了100萬左右吧 那你想想看100萬 如果我要真的要 那我活到80歲你想夠用嗎 大概是不夠用 所以我不會那個沒有什麼準備 那是想說有在60歲的時候 還滿幸運的我有領到國民年金 所以加減有點補助 根據紅道基金會調查顯示 發現近8成熟齡族 認為退休金需要500萬元以上採購 甚至有三成認為需要1000萬元以上採購 若以平均計算 認為應準備的退休金高達837萬元 但若扣除勞保與勞退給付後 每個月的缺口約5812元 那因為8成以上的熟齡族都認為至少退休金需要500萬以上 這是大部分比較有這樣子的一個共產趨勢 但是呢 每個人的一個退休金的來源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以旁邊的這個例子 右邊的圖可以看到說大致上在社會型的保險 還有這個職業退休金的部分 算是佔比較多的比例 那實際可能我們還需要再提早去做一些規劃或思考的呢 其實這個缺口大概是13% 那我們希望大家是可以呢 來去了解自己的這個來源之後 提早來做預備而不必過度的恐慌 好那我們在未來的建議呢 有在分析就是這個退休金的需求 以剛才的一個推估 如果每個月是43,600元的話呢 其實如果對照現在行政院主計處的一個公告 就是國人的人均生活花費一個月大概是25,000元左右 那其實跟43,000起來有一段的這個金額上面的一個差距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欣慰 就是許多的收齡朋友也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備用金的概念 知道說其實在退休後的生活可能還會有幾個蠻主要的一個支出 是需要先做好相關的預備 包含一個是長照的一個相關費用 第二個就是醫療的費用 第三個就是一些緊急意外的支出費用 所以其實大致上大家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的 那我們看右邊這邊是以勞工為例 如果說在退休後呢 他其實有領到勞保跟勞退 那這樣子加總起來如果以43,600來去做推估 他的缺口大致上會是5800元左右 那當然這個數字可能每個人是有差異的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從這樣子一步一步的引導讓民眾可以練習去做一些的思考 然後去看見說那自己的缺口有可能是可以在現階段我就可以開始提早做的準備是什麼 以至於呢未來我還可以降低風險以及獲得有保障的一個老年生活 就是說長照的平均年限八到九年這麼長 根據調查的統計有這樣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不一定就會這麼長 說不定我們就是10年以上的那一個 所以永遠會不夠 那所以其實當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在退休老年階段 這一塊其實是子女奉養還比較能介入的能協助的 也包含這個社會經濟安全政府 還有非利組織能夠來介入的這一塊 其實這一塊是可以啟動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做這個老人經濟安全的一個規劃 退休的財務規劃要把它分成兩大塊 那保障那一塊優先 那保障那一塊永遠不可能能夠安心的 這個擔心就不用把它真為 真的成為退休晚年的 一直是很擔心這個著急的一個事項 宏道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琪表示 儘管數字僅供參考 但透過問卷調查希望更了解熟齡族群 對於老後經濟安全的認知與需求 同時作為發展友善高齡服務 或未來政策的參考 安心的老後生活是我們自己 我們都很想第一想要追求的 那當然經濟的安全是首當其衝啦 沒有經濟的安全我想要創造其他的 這個豐富的生活都是很難做得到的 那透過這次的調查呢 我們發現了有很多很特別的現象 他們想要的跟實際上 他們所知道的這個資訊是不一樣的 當這個落差很大的時候 到底怎麼樣讓這些大哥大姐們 有正確的觀念 這個自我期待的管理也變得非常的重要 問卷調查結果中值得關注的 除了退休金的準備外 根據金融觀念與購買行為等內容 綜合分析 顯示加強熟齡族群的金融投資 防炸能力也是迫切的藥物之一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